你可曾想过,一位皇帝会如何荒唐,他会不会为了一己私欲而致国家大忌于不顾,他会不会为了满足虚荣而践踏离法祖训,他会不会为了一时口舌之快而伤害亲朋好友,在家境皇帝诸厚总的身上,这一切骇人听闻的疯狂行径无不体现,跟随我们一同走进那个动荡年代,见证这位皇帝的种种荒唐逆行。 为人不成,出而反而,公元1521年,诸厚总意外继承了皇位,作为一名十五岁的少年皇帝,他对权力和名分有着与生俱来的执念,登基之初。 诸厚总就与文武大臣发生了冲突,登基之争,按照惯例,新皇帝应从东安门进入皇城,前往文华殿等待大臣上表劝谨,然后在即日举行登基大典。 但诸厚总却拒绝按这一程序办事,理由是这等同于太子登基,而他是兄中弟级继位,不能做别人的儿子,一个十五岁的少年,竟如此执拗地坚持自己的想法。 可见他对名分的那份执念有多么根深蒂固,大臣们无论如何劝说,诸厚总都毫不让步,最终只能由着他直接越过文华殿,从正阳门一路笔直前进。 在奉天殿登基为帝,这一决绝行为,不仅彰显了他的任性专横,更为他日后的跋扈暴虐开了个头,双方僵持不下,最终诸厚总直接越过文华殿,从正阳门一路笔直前进。 在奉天殿登基为帝,这一决绝行为,为他日后的装横跋扈开了先河,一个十五岁的皇帝就已经如此任性妄为,可想而知,将来他的统治会是何等的荒唐,大臣们虽然勉强答应了他的要求,但内心对这位新科皇帝已是另眼相看,这注定了他日后宇文五百官之间,必将产生更多的矛盾和冲突。 大礼仪,登基后不久,诸厚总与大臣们在其父母尊号问题上产生了分歧,内阁首府杨廷和等人建议,诸厚总应尊其伯父洪志帝为皇考,升父兴献王为皇叔父,这看似无伤大雅的一个建议,却引发了诸厚总的强烈不满,他坚决不从,要以本生知名尊称父母,绝不认别人做父母。 在诸厚总的固执坚持下,双方争执不下,最终杨廷和等人只得勉强让步,诸厚总暂时得逞,可谁曾想到,这只是一个开端,诸厚总对于名分的执念远没有到此为止。 三年后,诸厚总出尔反尔,突然要将生父尊为皇考县皇帝,升母为圣母皇太后,文官们纷纷反对,认为这是在胡闹,但诸厚总知若网闻,更下令将跪地请愿的二百余官员拘捕,处罚,其中十几人被活活打死。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左顺门事件,一时间,京城上下震惊不已,没想到一个皇帝会如此粗暴无礼。 诸厚总的出尔反尔,重视虚名,不仅伤害了大臣们的感情,更暴露了他为人不成的劣根性,一个国家的君主,本应为民作则,言行一致。 而诸厚总却如此反复无常,真是给朝野上下上了一刻,从这件事可以看出,权力已经彻底蚕食了他的理智,使他完全沦为一个只知贪图私欲的暴君,蔑氏孝武遗孀,身为晚辈,诸厚总对张太后洪治皇帝遗孀和夏皇后郑德帝遗孀,从未怀有丝毫敬意。 在大礼仪中,他将张太后降为皇伯母,家境十二年。 他更是拒绝见张太后入贺,张太后去世,他只服葬一天,一位皇帝理应尊敬先帝遗孀,视他们如亲母般孝顺有加,可诸厚总却将他们对待如草芥,简直视有为人伦,张太后和夏皇后都是当朝太后和皇后地位尊崇, 但在诸厚总眼里,他们仿佛只是些可有可无的贤人,他不仅在大礼仪中贬低了张太后的地位,更是在他们有喜事伤心事的时候,置之不理,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,冷落夏皇后。 至于夏皇后,诸厚总对他的态度就更加恶劣了,夏皇后离世时。 诸厚总竟然说无需扶桑,还在丧妻内为妃子庆寿,可见他对这两位孝武遗孀的蔑视,诸厚总的无理行为,无疑是对先帝的不敬,也是对自己的亲人的伤害, 他是权力为至高无上,哪怕是对待曾经爱戴自己的长辈,也毫无怜悯之心,一个国家的君主,本应以仁爱治国,却反而如此专横跋扈,真是可悲可叹。 这种行为无疑是在伤害朝野上下的感情,更是在亵渎先帝的遗训,真可谓是罪无可恕,为子孙不孝,亵渎祖制。 作为一位皇帝,诸厚总对祖宗的态度也同样令人发指。 为了将父亲列入太庙,他竟然擅自改动了明太祖朱元璋的祖制,改祖号列太庙, 诸厚总将诸帝的庙号由太宗改为成祖,意在突出诸帝皇位的合理性,随后他又将其父亲追尊为瑞宗,使之与历代皇帝并列于太庙之中, 一位仅仅是藩王的朱有元,就这样被诸厚总生生列入帝王之邻,可谓亵渎祖宗,破坏民族的规制。 但是,诸厚总之所以如此荒唐,完全是出于异己之私,毫无敬畏祖宗的心,作为一代君主,他理应恪守祖训,而不是为了私欲而肆意妄为。 可以想见,当诸厚总下令改动祖制时,朝野文武必定是一片哗然,毕竟,这等于是在否定明太祖的权威,破坏了王朝数百年的祭祀规矩,而诸厚总对此却浑然不在意。 他眼中只有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,根本不顾及国家设计的存亡,一个国家的君主,本应为民作则。 却反而如此亵渎祖宗,实在是罪无可恕,从这一系列荒唐的行为可以看出,权力和私欲早已彻底蚕食了诸厚总的理智,他已经完全沦为一个只知贪图私欲的暴君, 国家民族的前途在他眼里早已不知一审,如此昏庸无道的统治,注定会让大明王朝加速走向衰落,为夫不义,虐待妻世。 嘉靖七年的一个午后,一件事彻底破坏了诸厚总与陈皇后的夫妻关系。 当时,诸厚总正与陈氏闲话,见氏女守白膝,便拉过来把玩,坠胎身亡,陈氏意识极度,放下茶杯欲离去。 谁知这一行为惹恼了诸厚总,他勃然大怒,静下的有孕的陈氏坠胎,更残酷的是,临终时,诸厚总拒绝让陈氏见父母最后一面,一个皇帝,理应爱护妻子,视他如手足一般珍视, 可诸厚总对怀有身孕的妻子却加以虐待,不仅吓坏了他,更是在他临终的时候,连最后一面都不让他见父母,这简直是有为人伦,实在是罪无可恕,陈氏的死,不斥是诸厚总亲手所造成的,作为一位皇帝,他理应爱护妻子,却对怀有身孕的妻子加以虐待,可谓为福不义,罪无可恕。 一个国家的君主,本应以仁爱治国,可他却如此虐待亲人,真是令人发指,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,权力和私欲,早已彻底蚕食了诸厚总的理智,使他完全沦为一个,只知贪图私欲的暴君, 一个皇帝,本应是万民楷模,言行举止,无不影响着朝野臣民,可诸厚总对妻子的虐待行为,却彻底败坏了他在人民心中的形象,一个如此昏庸无道的暴君,又怎能指望他能够良善治理天下? 从这一点来看,大明王朝的衰落是早已注定的了,为父不辞,儿子如草剑,除了对妻子无情。 诸厚总对儿子也同样缺乏慈爱,当十四岁的长子朱仔瑞英年早逝时,诸厚总不但拒绝扶桑,还斥责为太子贺喜的官员嘲讽儿子之死。 后来,诸厚总故意不利心太子,是在刻意制造两个儿子豫王和锦王之间的争斗,等到锦王去世,诸厚总更是嘲讽道,这小子原本就想争太子,今天终于死了。 一位父亲理应关爱教育子女,而诸厚总却将儿子施作草剑,对他们的生死置之不理,从这一点来看,诸厚总简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暴君,作为一国之君。 他理应以身作则,教育子女成人,却反而如此薄情寡义,真是令人发指,可以想见,当诸厚总对儿子的死置之不理时,朝野文武必定是一片哗然。 毕竟,一个国家的储君英年早逝,理应引起君王的重视和哀悼,可诸厚总对此却浑然不在意,他眼中只有权力和私欲,根本不顾及国家设计的存亡。 一个国家的君主,本应为民作则,却反而如此亵渎人伦,实在是罪无可恕。 从诸厚总对待儿子的种种行径来看,我们不难发现他内心的冷酷无情,权力和私欲早已彻底蚕食了他的理智,使他完全沦为一个只知贪图私欲的暴君,如此昏庸无道的统治,注定会让大明王朝覆灭。 诸厚总作为家境皇帝,其为人品行,可谓庆竹难书,他出尔反尔,重视虚名,蔑视亲人,亵渎祖训,简直是一个集所有暴虐之大权的怪物。 面对这样一位荒唐的皇帝,我们不禁要问,大明王朝何其不幸? 竟遭此殃,诸厚总又是如何糟蹋了民族遗训,使这个昔日强盛的王朝走向没落,这段疯狂的历史,必将给我们带来无尽的震撼与反思。